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火星一样都绕着太阳转 那我们地球第三个跑道绕着转 火星第四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问 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是什么呢 那就是月球 那在月球以外呢 离我们最近的是谁呢 其实是金星 如果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是1的话 那么我们跟金星有的时候近 有的时候远 但最近的时候呢 只有0.3 那真的还蛮近的 火星呢 其实最近的时候是0.5 所以火星不是离我们最近的 最近其实是金星 就星星来讲 对 可是金星呢 它大小跟我们也差不多 可是它是一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 很热很热 连金属都融化的地方 它大气层很厚 我们也不知道 它表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火星就不一样 火星它从古以来 它就是一个成红色的一个天体 我们中文叫火 就是因为取起颜色 英文叫Mars是战神 也是火光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对它就是 觉得它很神秘 然后常常跟火光战争联想在一起 所以我们自古以来 对火星就有一些 想像空间 对 然后再加上大概百年前左右 开始有一些小说 科幻小说 开始讲到说 火星上面可能有人 我想当然的 地球上面到处都有人 月球上面可能有人 火星上面也可能有人 那我们小时候 有一些卡通片 也是演火星人火星人 所以有一段时间 火星人几乎成了外星人的代名字 是 就是因为觉得火星 应该最可能 有生命 是 因为金星大概机会比较小了 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地球第三个跑道 火星第四个跑道 我们跟它的接近的程度 以至于我们 我们天气受过太阳的影响 离太阳镜就很热 离太阳镜就比较冷 因为这样子 我们跟火星离太阳的距离 没有差太远 所以火星就变成一个 环境可能跟地球很类似的地方 所以如果要去找生命 火星的大小只有地球的一半 是 所以体积就只有八分之一了 所以它会比我们小 因为比我们小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抓住很多大气层 是 那大气层大概是我们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有大气跟我们地球一样有地 所以变成找生命或找生命的起源 或者纯粹探索我们的周围环境 就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是 那就像老师所说的 这个火星它其实在各方面的条件 都跟地球很类似 可是又不这么一样 那除了这个位置上面是接近的话 还有其他的哪一些因素可以更值得我们再去做一些比较呢 我们对生命的了解是说 我们有一些基本要素 那其中一个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能离太阳的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适当 我们才不会过热 不会过冷 对吧 我们要有大气层 有空气 除了让我们呼吸取得能量以外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打来的隕石 对 还有一些辐射线 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有大气的地方 温度适中的地方可能还不错 这一讲起来就是火星嘛 是 今天如果大自然形成生命 给了你适当环境 那你会不会发芽 会不会形成生命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 那我们就很好奇 为什么生命在地球上蓬勃发展 在火星上目前没有看到它蓬勃发展 所以它变成一个对照组 对照组 是说早年是不是也发展出来了 后来失败了 那我们就很好奇 什么东西造成这样的结果 对吧 那我们就很想知道 所以去火星找原始的环境 看生命是不是适合发展 甚至于是不是曾经出现过 都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好奇的问题 是 所以如果当用我们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火星 我们了解的其实并不仅仅是火星本身而已 我们可能对于整个生命的起源 或者是对于整个宇宙形成的状况 或者是对于去观察一个可能是一个行星 有哪些的观察要素 其实我们都可以借由观察火星 而得到相关的这个资料跟思考吧 对 我们去别的天体像人类第一个已经去了 人已经上去的就是月球 所以月球很近很容易去 还回来 但是月球就是它其实太小 然后也没有空气 所以真正是非常荒芜一片的地方 它甚至于没有任何地表的活动 太小了就是一块死的石头 所以人类去了以后 作为一个天体我还是很好奇 即使没有生命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装成一个 将来适合长期人类可以移民的地方 这也是常常我们在想象的一些科幻题材 对 比起来火星的机会就比月球要大得多 所以这是为什么人类的下一个目标 大概就是要去探索火星 是 那就如同老师所说 其实这火星我们不管在情感上 或者是在科学研究上 都可以提供我们相当多的这个线索 那NASA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火星的这些相关的计划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先跟我们谈谈 那这些火星的计划 这些它的任务大概有哪些呢 行星的探测 当然最早期当然我们就是用望远镜看 就是隔的距离 即使我们有所谓太空望远镜 那个望远镜也是绕着地球外面 也是隔的距离在看的 最好的探测当然就是去 所以其实除了科学的内尔寒以外 太空探险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的展现 你一个国家的国力你到了某种地步 你整个系统的发展 让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发展 所以太空探测是一件高技术的事情 当然啦你不能说光去我就好要去插个旗子 或者干嘛去算 所以我要给大家顺便 科学家希望有一些科学任务 以NASA的一系列的任务 他的任务非常清楚 就是说我要了解这一个环境 所以有的任务去探探地质 地形 我只要画一张全球的地图 哪边有山 哪边有谷 我要去看看他的磁场怎么分布 那最近的一系列的任务 影片里面有说 他就是叫Follow the water 就是用我去找水 换句话说在火星除了一般 我们对天体的好奇以外 我们要看看针对生命 或者是水的这个疫情去着力 所以这一次的任务 从1976年开始 Viking 维京或者是海盗 1号 2号陆续续去了 两个都成功 他去干嘛 他很简单的到登陆 证明说我有这个技术 去了以后做一点简单的实验 拍了一些照片 我们看到火星上面真的照片 就是红红的 跟我们在地球上看似一样 表面有很多的氧化铁 就看到这些照片 然后陆陆续续 一批一批 就开始有计划式的 我每隔两年 四年左右 一批任务出去 一批任务出去 每一批是为了做下一批 做准备 比如说有些任务去 我去拍照 拍照选取 后面任务登陆的地点 那一般探测 行星这样子的探测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飞过去 比如说我太空船要去 假设我要去木星土星 可是我会经过火星的话 我顺便经过去 也可以研究研究 拍拍照片 是 飞过去的时候 看看它的万有引力 怎么样影响 探探磁场 等等等等 都可以做飞过去 还有一种就比较复杂了 是我单一这个目标 我去了以后 我就绕着它转 我在它轨道上做 火星现在轨道上 有太空船 所以后来这些登陆的任务 第三种就是登陆了 登陆任务都要靠 轨道上的太空船去支援 它把它的那个 讯息要传过来 它不用传到地球 很费电力 它传给它 它传到地球 是 激励的方式 它也可以帮它拍照 看看你现在情形怎么样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战 就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 火星已经成功登陆了 几次了 失败率还是很高 整体讲起来 大概有一半 各国加在一起 俄国等等加在一起 大概有一半的成功率 可是后面几年 成功率很高 美国更高 所以在美国在这方面 技术是越来越 越来越成熟 是 那老师你刚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太空任务 是在做行星上面的 这个一些科学的研究 那太空任务的种类 还有哪些种呢 登陆 登陆 登陆最难的 登陆下去 更难的 比登陆更难的是 登陆以后还要回来 所以去月球 因为它近 所以比较准难 可是人类已经完成了 是 人类升上去 还要足够的燃料 基础 让它又回来地球 都非常困难 火星现在还做不到 现在去火星都没有回来 就在当地了 那这一次的凤凰号 是2008年的 它到那边 它到了以后定点的 它就在那边研究研究 就这样子了 是 2012年 去年登陆的 好奇号 就不一样 它是有火星巡异车 所以它上去了以后 它是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走来走去收集的 所以登陆又有不同的层面 那有些去相机拍拍照片 有些可以去挖一挖 看看下面什么东西 对吧 有些可以抓起来土壤 节目里面是说是闻一闻的 其实就是把它加热 看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就跟我们在地球上做实验是一样 你需要检验油 检验米 你要怎么做 就做化学实验 你看看有什么样 它会有什么反应 推测还有哪些成分 这个实验 没有地球上这么复杂 好的仪器 你只能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就是纯粹加热 纯粹加热 看看它产生 怎样用一些光谱仪 或用显微镜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 做这样子简单的实验 但是毕竟是 它是在几亿公里之外 在这个东西 在做这件事情 那《凤凰号》以后的好奇号 我们可能都知道 它越有更进一步 它可以有个强力雷射 它可以打它 看它燃了一下以后 看看它有什么成分 实在是很好奇 它在用它的高倍的 放大显微镜去看等等 所以就越来越精良 人类对于这个火星的探索 有好多年的历史 那最早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能力 或者是想到说 我们要去了解火星呢 在19世纪末 看火星的时候 看到火星上面一条一条的 这个纹路 当时就想说 想当然了 说火星上面 它跟我们一样 火星跟地球很有意思 很像 我们地球知道 我们地球在绕的时候 我们的轴啊 起斜了二十几度 是 所以我们有 有时候是直射北半球 直射南半球 有季节 火星也是一样 所以火星也有两个级 是结冰的 它的冰不是水冰啊 是干冰啊 不过人很早以前就知道火星也有哪个级 所以大家也知道 如果火星上有水 它一定也有供应水的问题 有缺水的问题 所以想当然了 火星上面的人 就需要有全球灌溉系统 我现在讲的是 真正历史上发生的 是科学家做出来的结果 说 我们看到那一条一条啊 就是人工运河 哇 真的有想象力 如果有人 居然是人工嘛 那就一定是有人 一定有外星人 一定有外星人 有智慧的生命 甚至还画出了图 它是有 有翅膀 有毛 它有盖出很漂亮的房子 这些历史的发展 我刚刚讲 那一部分 让我们一直在想说 火星上面是怎么样的情形 是 那后来的发展当然就不一样 我们相信没有 没有火星人 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对环境的了解 将来要移民 或者是我们就是 对它自然代表 是不是了解我们的过去 甚至于我们的未来 地球的水到底哪里来 我们说下雨啊 我说那下雨的水哪里来 哦 河流里面海洋蒸发上去 有没有一天 水会不会跑掉啊 嗯 我们的知识有没有办法 告诉我们说 不会 这个水会永远被地球的万有引力抓住 还是说它是一个封闭系统 又没有墙壁遮住啊 是 它会不会慢慢慢慢跑到哪一天 地球上面完全都没有水了 嗯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 对 不能闭着眼睛回答这个问题 是 我们要研究 如果其他的天体 像火星 嗯 早年不但有水 还有大量的流水 嗯 火星的水到哪去了 这个是 我们可以引以为见 嗯 能够怎么样去 怎么办 之前我们先了解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 那影片中其实有提到说 90年代之前的这个 火星探险的计划 大部分都是失败收场 那老师你也提到说 大概这个成功的比例 大概是一半一半 也是近几年才比较成功率 比较高的 那就想请教一下说 这个太空探险它的 最大的这个挑战是在哪里呢 嗯 一开始发射就 可能有很多问题 嗯 因为你要脱离地球 地心的引力 是 你要让一个火箭出去 对啊 这一方面就已经有很多困难 火星还有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距离 它一飞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嗯 就中间任何时间都可能出问题 嗯 然后还是一样 跟飞机起飞降落都很困难 一样降落也是很大的困难 所以好几次项物 登陆下去就没有消息了 那这种还蛮有潜力的 英国有一个小猎犬的登陆艇 也是 它也是下去以后 在当时的那个技术 是让它下去以后 嗯 着陆 那只要像我桌子这么大的 一块石头 你如果不知道 哦 你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没办法即使调它的方向 你不能用操纵感 是 所以它下去 万一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下来 压到石头 还一翻过来 如果起不了身 就结束了 对 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所以后来大家就想说 当火星我们慢慢慢慢去得多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了 我们下一次登陆 我去看一看上次的长海 可以看得到 哦 原来真的是上次失败的东西是在那边 所以这些困难就在于 这些登陆的技术 凤凰号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这一次 这个影片里面演的 它就是一种新的尝试 它登陆任务 它们影片里面讲叫做EDL 就是Entry 进入大气层的角度 平常游泳你就知道 你跳水角度不对 痛得要死啊 对 那你一层没有空气的地方 进入大气层 跟你撞到水面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那个Entry 就是进入大气 这很重要 进入了以后要Descent 要下降 降低高度 就是有不同的技术 最后要Landing 要Landing 那这些凤凰号 它一个有大的特色是 它这个EDL跟以往不一样 我们以前我小时候 看到的那些太空任务 就是去月球啊 或太空任务 回到地球是怎么回来的呢 它火箭出去 回来回不来 它回来就是出来 将落伞打开 然后呢 掉到水里面去 然后去救 军舰再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 然后你就觉得它一打开舱门 它就没什么力气了 因为就很不高雅 那后来有了太空缩以后 就不一样了 就像飞机一样的降落 非常优雅的降落 一样的道理 在登陆的时候 我们只要去火星登陆 怎么登陆 早年就比凤凰在之前 那几次登陆 它是用气囊 就影片中那种弹跳的 那种方式降落 它把仪器放到里面 然后就 咚咚咚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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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真的好好的landing了 他先用空氣煞車 先用一個盾牌 先擋熱 煞到某一個速度的時候 打開降落傘 火星有大氣 降落傘還可以用 去月球就不難了 可是火星大氣 只有地球十分之一 不夠厚 所以自己還有這種噴射的 反向的火箭 噴射讓它這樣下去 這次就 就是鳳凰號證明這種技術是可行的 2012年的好奇號又不一樣了 它下來以後 它快到剩下幾公尺的時候 剪斷纜繩 下面的下去以後 上面這個反向火箭 飛走拋棄掉 它不會影響到你登陸的任務 要讓你塵土飛揚 或者是順利摔在它上面 鳳凰號也是一樣 他影片中講了一段 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的火箭 往著火箭 往火星飛過去 所以我不能直飛 因為我如果直飛 我的火箭一旦脫離以後 我們中學學到的慣性作用 我堆到的東西 會跟我同一個方向繼續飛 會不會害到任務 所以它故意歪一點點 目前我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它故意歪一點點 拋了以後 再用它自己的火箭去噴一噴修正一下 再到正確的軌道 真的好細節喔 對 是 那就像這次的鳳凰號 她去火箭做探險 她其實有帶了一些儀器 那是不是可以請老師 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些儀器 它的就是比較重要的這些項目呢 它的儀器其實好像 我剛剛講 你要化驗一個東西的成分 叫實驗室 你做哪些事情 你把一個東西加熱 看它什麼時候變成液體 氣體 更精確的 它如果出現了氣體 我看看它的光譜 它有哪些紙紋 物質的紙紋 就用這些方法 還有紙譜儀 我看看它的質量是多少 電荷是多少 就是一樣的原因 或者呢 我做化學實驗 我去把它加一點什麼東西 看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這次的兩個大的儀器 一個就是這個東西 另外的梅卡呢 就是它就是有顯微鏡 那個就是做什麼 他們電視裡面講的 什麼失式化學 就是我可以做一些化學反應 看看它有什麼結果 基本上就是這兩個原理 那其實我們想要去探險火星 可不是想去就去喔 影片中特別有說到說 它每兩年 大概只有幾個禮拜的時間 是最合適的 如果錯過了 就要再等兩年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老師跟我說明一下 好 我們繞太陽一圈一年 火星繞太陽一圈兩年多 所以最小公倍數 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現在離火星最近 下一次 就差不多兩年多以後 就會在最近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太空船 飛出去了以後 走最短的距離 時間上也好 燃料上也要求比較少 對不對 我們現在發射出去 然後太空船開始走 我們希望它到達的時候 火星當時的地球 跟那時候的火星 是最近的距離 對吧 可是呢 飛行的時間 以這次來講 大概九個月 所以平均大概半年到一年 是 就那時候地球已經跑遠了 那時候跑遠了 我們地球發射出去 它在跑跑跑 我們地球已經跑跑跑跑了 但火星也在走 可是 九個月以後 火星跑到我預定的地方 地球已經在這裡了 是 所以我剛剛講 地球跟火星雖然最低的距離 是一半 是我們地球 我們跟太陽的一半 可是真正 太空船走的短 可是真正到達的時候 我們跟火星同訊呢 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就不只是那個距離 因為這一個兩年的最小功倍數 所以每兩年有一次機會 你發射出去以後 距離飛行是最短的 距離飛行是最短的 就是為什麼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是 那最後想請教老師的 像這次鳳凰號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叫做這個 From edge to ice 那就是說 從灰燼到水冰 那是不是可以 最後請老師 跟我們說明一下 它的這個精神是什麼呢 對 它的這個口號是很有意思 因為本來有英文的實語就是 就是從灰燼到灰燼 人一從灰從中出來 又回到成土了 是 那這一次的任務 之所以取名鳳凰號 是因為它有任務失敗 然後它很特殊的地方 是因為它去了比較高的極地 之前極地任務失敗 所以它把原來 失敗或取消的任務呢 的一些設備 拿來繼續使用 向浴火重生之意 它叫鳳凰號 那Ice當然就是去 它主要的任務就是 要去做地質 大氣的探勘 找水 找冰 是 所以它再去用一個 酸關於說 From edge to ice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老師 來跟我們說明 讓我們可以了解這個鳳凰號 還有探索火星的 許多的這些背景的一些知識 其實我們這個科學的探索 就是真的From edge to ice 我們是等於是 從前面的這個知識 一直累積我們 下一次的這個經驗 讓我們的科學的進程 可以一直一直累積到 更好的一個境界 那感謝老師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感恩 謝謝 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地球證詞 感恩 希望下次再見